好 再来关注俄国冲突 8月1号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况说 当天凌晨 乌克兰武装力量利用三艘半潜式无人艇 企图对驶往黑海西南部 波斯普鲁斯海峡的俄罗斯民用运输船发动恐怖袭击 为运输船护航的俄罗斯海军舰艇及时发现 并摧毁了上述无人艇 对此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说 俄方的说法是虚假的 乌克兰没有也不会对黑海的民用船只发动袭击